今天個案數增加了很多 那本土的病例 那是增加了744例 那 今晚移入的189例 落例採檢是95例 然後居家檢疫採檢是94例 今天除了本土案例 相對的從500多例 增551 那增加到744 那入境的航班 昨天的陽性率也特別高 總共檢驗了1175人 那95個陽性 那陽性率是8.09% 那今天早上的人比較少 208人 那不過現在從 美國來的相對都比較少 所以今天早上的 三個班次裡面沒有陽性的人數 那昨天這樣總共的案例到現在是1932例 那中正的增加了3例變成16例 那中正 仍然 重症仍然維持是2例 所以輕症無症狀的比例是維持99.64 三位 這個中重增加的那個 都是中度 那年齡都是80幾歲 兩女一男 那有兩位打過3劑的疫苗 那一位打過 2劑的疫苗 那基本上都年齡都偏大了 那都使用瑞德西偉的藥物